做包子方面,这家酵母还不够 总不几个小技巧,半小时发满盆 配方比例分享给你,新手也能做好吃的包子哦 我家两个小宝宝想包子吃了 今天答应,做包子给他们吃 首先倒两斤面粉 准备500克温水 放5克酵母粉 30克猪油 8克白糖 用筷子,把它搅融化 然后发开的酵母,边倒边搅拌 不要以虾子倒完 揉成糖,载到这个砧板上 像这样揉成功法的糖就可以了 放到这个盆子里面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两倍大 在提前切好的路线,要调一下料 放一小勺盐 生抽 蚝油 蚝油 胡椒粉 这是五香粉 一点点鸡精 加一点这个葱姜水 葱姜水可以蒸香七星辈 不要一下夹完 做几次夹 是你的方向 要搅拌 然后放这个干香菇 葱 然后放点油 锁住猪肉的水分 看一下这发的面 哇,这么大了 锅里放一点温水 很快发酵面的,半个小时 出发那么大了 就两倍大了 哇 哦哦 你看这个保鲜膜 哇,全是红萝状 多漂亮 把它搅拌了 然后搅拌 排气 像这样就可以了 对半切开 然后切沈金银的小剂子 虽然我不是很费包包子 包的包子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的馅料 特别的香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下 刚看以前的视频 包好了,再次醒发 15到20分钟 上锅蒸 盖起盖子 水开后算 蒸12分钟 包子蒸好了 不要紧的,快快 要焖3分钟 再快快 时间到 哇,好亮好亮 好光发哦 白白的 胖胖的 好大一个 好吗 好吃 嗯,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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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一点 吃到奶奶下次 嗯,奶奶下次再做哈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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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一点 谢谢 谢谢 奶奶 吃吧,下次再做好吗 包子做好了 你看看 白白的,胖胖的 很松软的 感谢我,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 好,一会儿 吃饭 看 你一会儿 看